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2022年8月24日 爱华顿晋级不费力 周三凌晨 英联杯第二圈上演数场争夺 其中费烈火特将在主场迎来爱华顿的挑战 征战于英甲的费烈火特 无论实力意或经验都不如爱华顿 前者此意注定无运行 对使长时间混迹于业余联赛的费 费烈火特 直到2012年才首次参加英联杯 今年是球队连续第11年参加此项赛事 从第一圈开始站起的他们顺利击败英冠球队维根 对使第三次杀入到英联杯第二圈 晋级固然可喜可贺 但对使只有一次迈过第二圈的惨状反映出他们经验严重不足 此外 费烈火特近来状态亦不甚理想 近三轮联赛连番遭遇何局怪圈 当中只攻入一球 进攻乏力的问题 势必令几队金仗对抗爱华顿时难有作为 值得一提的是 费烈火特曾在2020-21赛基英联杯第三圈中与爱华顿相遇 当时几队2比5惨败出局 足见双方实力差距悬殊 费烈火特此意无力完成复仇好戏 爱华顿方面 他们经济英超开局不尽人意 前三轮过后仅得一分进账 似乎继续要与保祖为伍 休赛期卖掉前锋理查列陈安达迪让爱华顿新赛季饱受折磨 前三轮联赛战霸阵中只有迪玛丽 格雷一人收获入球 多米尼卡华特利云和安度斯 唐欣等攻击手的伤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太非堂的火力 幸好爱华顿在英联杯赛场上先有第二圈变出局的状况 他们对上一次止步第二圈要追溯至2001-02赛季 而最近三个赛季则两度闯入半准决赛 经验方面可谓完胜费烈火特 再者 作为英格兰老牌球队 爱华顿人角实力亦明显高出几班 不妨期待他们是一大开杀界泄分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